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上一集我们看到了凤姐的八面玲珑 谈笑之间她就能化解所有的尴尬 而且能够照顾到方方面面的感受 她的这种性格从林黛玉进甲府 凤姐第一次出场就已经体现了出来 而且在通过情节不断地强化 书中前后通过三个人向我们介绍了秦可卿的病况 但她的病因始终是一个谜 《红楼梦》书中的谜很多 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更加迷人吧 今天我们继续读《红楼梦》第十一回 看看贾家最常见的娱乐活动 看戏 于是凤姐带领随来的婆子丫头 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 从里头绕进园子的遍门来 但见黄花满地 白柳横坡 小桥通若椰之息 取尽皆天台之路 时中清流积湍 梨落飘香 树头红叶偏翻 树林如画 西风乍井 出坝阴蹄 轩日当轩 又添辙雨 遥望东南 见几处衣衫之屑 纵观西北 结树间灵水之轩 生黄银耳 别有幽情 罗旗穿林 背天运至 凤姐儿正看园中的景致 一步步行来赞赏 猛然从甲山石后走过一个人来 向前对着凤姐儿说道 请嫂子安安 凤姐儿猛然见了 将身子往后一退 说道 这 这是瑞大爷不是 贾瑞说道 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 不是我是谁 凤姐儿道 不是不认得 猛然一见 不想到是大爷到这里来 贾瑞道 也是何该我与嫂子有缘 我方才偷出了席 在这个清静地方略散一散 不想就遇见了嫂子也从这里来 这不是有缘吗 一面说着 一面拿眼睛不住地驱着凤姐儿 凤姐儿是个聪明人 见她这个光景 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 因向贾瑞贾义寒笑道 怨不得你哥哥时常提你 说你很好 今日见了 听你说这几句话 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 这会儿子我要到太太们那里去 不得和你说话 等闲了咱们再说话吧 贾瑞道 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 又恐怕嫂子年轻 不肯轻易见人 凤姐儿贾义寒笑道 一家子骨肉 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 贾瑞听了这话 再不想到今日得这个奇遇 那神情光景 一发的不堪难看了 凤姐儿说道 你快去入席去吧 看他们拿住罚你酒 贾瑞听了 身上已目了半截 慢慢一面步着 一面回过头来看 凤姐儿故意地把脚步放迟了些 见她去远了 心里暗存道 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哪里有这样禽兽样的人 她如果如此 几时叫她死在我的手里 她才知道我的手段 于是凤姐儿方一步前来 将转过一重山坡 见两三个婆子 慌慌张张地走来 见了凤姐儿笑说道 我们奶奶见二奶奶只是不来 急得了不得 叫奴才们又请奶奶来了 凤姐儿说道 你们奶奶就是这么脊脚鬼似的 于是凤姐儿慢慢地走着 问 戏唱了几出了 那婆子回到 有八九出了 说话之间 已到了天香楼的后门 见宝玉正和一群丫头子们那里玩呢 凤姐说道 宝兄弟 别特淘气了 一个丫头说道 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 秦奶奶就从这门上去吧 凤姐听了 方款不提一上了楼来 见游氏已在楼梯口等着呢 游氏便笑道 你娘儿两个特好了 见了面总舍不得来了 你明日搬来和她住着吧 你坐下 我先敬你一钟 于是凤姐儿在秦夫人 王夫人前告了座 游氏的母亲前周全了一遍 方同游氏坐一桌上 吃酒听戏 游氏叫拿戏单来 让凤姐儿点戏 凤姐儿说道 亲家太太和太太们在这里 我如何敢点 秦夫人王夫人说道 亲家太太同我们都点了好几出了 你点两出好的我们听 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一声 方接过了戏单 从头一看 点了一出还魂 一出谈词 递过戏单去说 现在唱双关告 唱完了再唱这两出 也就是时候了 王夫人道 可不是呢 也该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 他们又心里不尽 游氏说道 太太们又不常过来 娘们多坐一会子才有趣 天还早呢 凤姐儿立起身来 往楼下一看 说 爷们都往哪里去了 旁边一个婆子道 爷们才到宁西轩 带了打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 凤姐儿说道 在这里不便宜 被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 游氏笑道 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人呢 于是说说笑笑 点的戏都唱完了 方才撤下酒席 摆上饭来 吃壁 大家才出园子来到上房 坐下吃了茶 方才叫预备车 向游氏的母亲告了辞 游氏率同重姬妾 并加下婆子媳妇们方送出来 贾真率领重子侄 都在车旁视力等候着呢 见了行王二夫人说道 两位婶子明日还过来逛逛 王夫人道 罢了 我们今日整坐了一日 也乏了 明日歇歇吧 于是都上车去了 贾瑞由不时拿眼驱凤姐儿 贾真等进去后 李贵才拿过马来 宝玉骑上随了王夫人去了 这里贾真同一家子的兄弟子 只吃过晚饭 放大家散了 四日 人是众族人等闹了一日 不必细说 此后凤姐儿不时亲自来看秦氏 秦氏有几日好些 几日仍是那样 游氏 贾真 贾荣 好不交心 却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 偏都遇见凤姐儿往宁府那边去了 这年正是11月30日冬至 到交捷的那几日 贾母 王夫人 凤姐儿 日日差人去看秦氏 回来的人都说 这几日也未见天病 也不见甚好 王夫人向贾母说 这个正后 遇着这样大节不添病 就有好大的指望了 贾母说 可是呢 好个孩子 要是有些缘故 可不叫人疼此 说着一阵心酸 叫凤姐儿说道 你们娘儿两个也好了一场 明日又是大初一 过了明日 你后日再去看看她去 你细细地瞧瞧她那光景 躺货好些 你回来可告诉我 我也喜欢喜欢 那孩子素日爱吃的 你也常叫人做些与她送过去 凤姐儿一一地答应了 到了初二日 吃了早饭 来到宁府 看见秦氏的光景 虽未甚天病 但是那脸上身上的肉 全受干了 于是和秦氏做了半日 说了些闲话 又将这病无妨的话 开导了一番 秦氏说道 好不好 春天就知道了 如今现过了冬至 又没怎么样 或者好的了 也未可知 沈子回老太太放心吧 那日老太太赏的 那早泥线的山药糕 我倒吃了两块 倒像刻画的洞似的 凤姐儿说道 明日再给你送过来 我到你婆婆那里瞧瞧 就要赶着回去 回老太太的话去 秦氏道 沈子替我请老太太太安吧 凤姐儿答应着就出来了 到了游氏的上房坐下 游氏道 你冷眼瞧媳妇是怎么样 凤姐低了半日头说道 这实在是没法了 你也该将它 一硬的后世用的东西 也该料理料理 冲一冲也好 游氏道 我也安安地叫人预备了 就是那件东西 不得好木头 暂且慢慢地办吧 于是凤姐儿吃了茶 说了一会儿的话 说道 我要快回去 回老太太的话去呢 游氏道 你可缓缓地说 别吓着老人家 凤姐儿道 我知道 于是凤姐儿回来 到了家中 见了贾母 说 荣哥儿媳妇请老太太安 给老太太磕头 说她好了些 求老祖宗放心 她再略好些 还要给老祖宗磕头 请安来呢 贾母道 你看她怎么样 凤姐儿说道 暂且无妨 精神还好呢 贾母听了 晨阴了半日 音向凤姐儿说 你换换衣服 歇歇去吧 凤姐儿答应着出来 看过了王夫人 到了家中 贫儿将轰下的家常衣服 给凤姐儿换了 凤姐儿方坐下 问道 家里有什么事吗 贫儿方端了茶来 递了过去 说道 没什么事 就是那三百两银子的利盈 望儿媳妇送进来 我收了 再还有瑞大爷使人来打听 奶奶在家乌有 她要来请安说话 凤姐儿听了 哼了一声说道 这畜生何该作死 看他来了怎么样 贫儿应问道 这瑞大爷是因为什么指管来 凤姐儿虽将九月里 在宁府园子里遇见他的光景 他说的话都告诉了贫儿 贫儿说道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人轮得混账东西 想起这个念头 叫他不得好死 凤姐儿道 等他来了 我自有道理 不知贾瑞来时坐和光景 窃听下回分解 紧接着贾瑞就出场了 前面说过 贾瑞是贾代儒的孙子 但人品有问题 其实这个人不光是人品有问题 我看他眼光也有问题 贾府上下那么多的女性 他挑谁不行 他挑了最不该招惹的人来挑戏 那就是女儿中的英雄 王熙凤 同学界有人提出 之所以把贾瑞的情节插到这里 就是要让他跟秦可卿的两条线并行 也就是因为秦可卿这条线不能明写 所以用明写的贾瑞事件 暗示了秦可卿事件 而事实上两条线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老杨认同这种观点 两边都是情欲惹来的灾祸 都是乱伦 一边是老丈人和儿媳妇 一边是堂弟和嫂子 最后用两个人误得死亡 来告诉我们 道德败坏的最终结果 《红楼梦》的作者 其实有很强的道德观念 这一点我们从第一回中 反复抨击财子佳人小说 就可以看出来 但作者并不是一个儒家的味道士 不会只讲空洞的道理 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 写文章做演讲 一定要讲故事 而不是讲道理一样 两条线的两个故事 推到了同一个结果 那就是如果不控制情欲 一味地追求淫乱 只会导致灭亡 当然在贾府中 污秽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红楼梦》中 看唱戏的情节很多 每次都很重要 重要的不是看戏本身 而是书中人物 点的每一出戏 都映射着后文中 这些人物的重大情节 第五回的《叛词》中 说的是十二差的性格和结局 而他们点的戏曲 则是说后续将要发生的 主要情节 两者对比起来 这些戏的重要性 其实不亚于之前的叛词 而解读的难度呢 往往还要高于叛词 凤姐在这里点了两出戏 一出叫做《还魂》 一出叫做《谈词》 《还魂》是明代戏剧家 汤贤祖的牡丹亭 结尾的一段 整个故事讲的是 女主角杜丽娘 在梦中和秦郎柳梦海相会 醒来之后 怅然若失 不久就病死了 她并死前留下了一张画 之后因缘巧合 刘梦海真的来到这里找她 看到了那幅画 并得到了启示 她掘开了杜丽娘的坟墓 杜丽娘就复活了 这个《还魂》 指的就是最后这一段 谈词指的是青春剧作家洪生 创作的长篇传奇戏剧 《长生殿》中的一出 讲的是唐朝安禄山叛乱 导致了大众流离失所 宫廷音乐家李归年流落到江南 靠卖唱为生 在揪风寺的大会上 李归年弹唱了唐明皇 因为宠爱杨贵妃 所以导致叛乱的经过 她唱得声泪俱下 深深感动了听众 善吹铁笛的李牧 结识了这位前辈 向他学习 并继承了泥伤语音曲 对于《还魂》 我们紧接着就能看到 对应的含义 那就是秦可卿去世的时候 托梦给王熙凤 而如何解释谈词呢 至今都没有定论 一般认为这是八十回以后 贾家败落之后 涉及王熙凤自己的结局 书中还提到 现在正在唱的戏 叫做《双关告》 这个戏有个更常见的名字 叫做《三娘叫子》 改编于青初剧作家 李渔的小说《无声戏》 这个故事讲的是 一个叫做薛广的人 他有一个妻两个妾 其中的一个妾 叫做王春娥 薛广到着镇江当兵 托朋友给家里带钱 这个朋友 谎称薛广已经死了 就吞没了这笔钱 而薛广的两个妻妾呢 也就先后改嫁了 只有王春娥留下 他含辛茹苦地 带着薛广的儿子度日 最后在王春娥的教导下 薛广的儿子中了状元 而薛广呢 也带着军功还家 最终一家团圆了 在《门王府本的石头记》中 在这个戏名的侧面 有一句批语 点下文 这句批语成了《红楼梦》中 另一个未解之谜 现在就请你用弹幕 做出选择 写这出戏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第一 这是通过三娘教子 来反衬贾家中的 各位母亲教育失败 第二 这是指宝钗 也跟王春娥一样 也有廷积德 也在教育方面 不断督促宝玉 努力读书 第三 这是说李婉 也是一个好母亲 未来能教育贾兰 获得成功 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 凤姐问道 包括贾脸在内的男人 都去哪里了 盒子说 到一边吃酒去了 凤姐很怀疑 他们干别的去了 而尤氏却笑道 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人呢 这个对话 其实包含的意义很丰富 首先 凤姐很爱吃醋 一直不放心贾脸 而事实上 也证明贾脸 确实心比较花 虽然他比宁国府的那些男人 本质要好一些 但是好色 依然是他的一个弱点 其次是尤氏 他一直放纵自己的 丈夫和儿子 花天酒地 这也可以从后文中 尤二姐尤三姐的情节 看到表现 宁国府的道德败坏 无处不在 根本就不得安宁 也许这就是作者 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吧 特别提醒大家 虽然没有细写 但是在这里作者说了 本回凤姐看秦可卿 并不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 之后凤姐还经常看望秦可卿 只是秦可卿的病 并没有什么起色 很明显 正是因为他的心病 无药可医 所以即便遇到了 貌似神医的张友氏 最终也是无力回天的 书中在这里 还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 那就是时间 已经到了11月底 这个时间的重要性 与之前张友氏说 秦可卿的预期寿命 是直接相关的 同时这也为后文中 凤姐折腾贾瑞 让贾瑞动得生病 做了一个铺垫 在此提醒一下 之前留言区有朋友问 薛宝钗进入贾府 到底待了多长时间 其实《红楼梦》的时间轴 并不连续 单从季节来看 从宝代之前 一起到黎香院 到现在 至少已经是第二个冬天了 关于《红楼梦》的时间轴 我在之前那个共享文件夹里 放了一张根据周汝昌老先生的研究 制作的图表 大家可以下载查看 凤姐看的秦可卿很瘦 这其实就是睡不好 吃不下的必然结果 到这个时候 秦可卿反说了一些想活的话 人其实都是有求生本能的 但是这个时候 身体已经不行了 王熙凤很含蓄地 把情况给贾母说了 贾母听了 沉吟了半日 为什么他不说话呢 因为贾母是非常精明的 即便凤姐很含蓄 但贾母什么都听得出来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贾母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多半非常像凤姐 从她自己有很多私房钱 待人接物 精明得体 就可以看得出来 《红楼梦》里面 没有人能够糊弄贾母 包括王熙凤也不行 只是因为她年纪大了 所以放手了 贾母的喜好非常明显 那就是她是一个颜值党 喜欢漂亮的 而贾母的反面 就是王夫人的价值观 她讨厌好看的 只喜欢笨笨的 这也造成了后文中矛盾 逐渐激化或爆发 这种差异的最大原因 老杨估计是 贾母年轻的时候 也是属于好看的那种人 既聪明又好看 各方面都很要强 而王夫人则不同 她就是属于那种笨笨的 看不得别人好看 而且我估计 赵姨娘和周姨娘 都是比较好看的那种 面对两个好看的姨娘 长相一般的王夫人 肯定是有想法的 而这种偏见 也就扩展到了 所有长得漂亮的人 本回末 平儿提到了望儿媳妇 送进来的三百两银子利钱 这其实就是指 王熙凤在外面放的高利贷 她为什么要放高利贷 拿什么钱去放高利贷 我们后文再说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记得订阅 投币 点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 我们下集再见